最近印度的军工业又刷新了一项世界记录 而这项世界记录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想和印度争相 那便是印度的阿斯特拉型导弹 从研发至今已经是走过了20个年头 却还没有进入军队服役 这项记录可真的是把印度形势缓慢的这一特点又放大了好几倍 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 印度这款导弹的前中期研发和后中期测试阶段一直都很顺利 一路就来到了量产阶段 可是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量产阶段 武器装备到了量产阶段无法顺利生产 一直以来都是印度军工业的一个大问题 而到了这款阿斯特拉型导弹的时候也不例外 本来这款导弹无论是从哪一项参数来看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可是这一拖就不知道要拖到猴年马月才能够实现量产了 等到真正实现量产的时候 也许本来拥有的优势就被其他国家所赶上 那也就只能处于世界同类型的导弹中的中等水平了 而且无法实现量产这一现状还不是一时半会儿就可以解决的 原因就在于印度在设计和生产这一款导弹的时候 它的思路是极重加之长 简单来讲就是把其他国家在这款武器上的优势都拿过来 把它们拼凑在一起生产一款导弹 这样的想法虽然没有错 可是却不适于武器装备的生产制造上 因为每个能够自主生产武器装备的国家的技术都是一个独立的体系 互不干扰 而为了生产强大的武器 强行把它们拼凑在一起 就好像一个人说话的时候 说一半中文 说一半英文 给人一种违和的感觉 所以也就不难怪这款导弹会生产的如此缓慢了 所以对于印度的军工业生产 小编只想说一句 阿森啊 你可长点心吧 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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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